正当重庆当局要求民众要会唱 爱唱36首红歌时 21号网上又爆出一条消息说 浙江省文化厅为了反三俗 确定了37首违禁歌曲 其中很多都是流行一时的台湾歌曲 这条消息一出就引发众网友的围观热议 有民众笑称浙江当局的鼻子过于敏感 在青菜里也闻到了肉香 对于浙江省文化厅的禁歌令 大陆网友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声音 仅网易就有20多万人回帖 在这37首禁歌中 网民发现有相当大一部分歌曲 由台湾歌手陈生创作 使不少网民联想到陈生的政治倾向 例如曾为藏民献唱支持台湾独立 苏瑞的牵手这首歌曲 有前台湾总统陈水扁的身影 邓丽君演唱的梅花则是歌颂中华民国的 邓丽君那么他唱的歌是不是红歌呢 它不是红歌 那么你把它排列在外 但是现在大陆上很多人是非常欢迎这些人的歌曲 用一些所谓的革命歌曲 歌颂大好平时歌颂美好社会 这种歌曲来麻痹民众 这个实际上大家是三感的 那不是这些的 那就变成什么蓝色歌曲黄色歌曲 我说这个都是很荒唐的一些做法 就是说明了一些人呢 还是想把大家的思想拿回到文革 或者文革以前的那个欢迎周期 面对大批网友的质疑 21号下午浙江省文化厅直法处姚处长否认了这项禁令 他表示文化厅没有向所监管的歌厅 KTV发过任何有关37首违禁歌曲的文件 同一天 温州市路程区委宣传部一位官员 在接受人民网温州记者采访时却表示 他们只是在执行浙江省文化厅的命令 作为一个区籍的文化局 他们并没有权利规定禁令 温州市路程区文化局对浙江省文化厅 做出这样的否认 表示难以理解 一位不愿去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媒体记者 省里下达的禁唱令是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发布的 现在系统里的有关文件已经被删除 他们无从查询 还有知情网民透露 不但温州禁唱这37首歌曲 嘉庆和宁波等地也曾收到禁令 对此 网友表示 当局知道不得民心了 就出来说误传 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也有网民猜测 36首红歌之后 接踵而至的是37首禁歌 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歌曲 我觉得浙江那方面说 有关这个什么低级庸属的这方面 其实我感觉并不是这方面的因素有多一点 应该说是正在这方面的因素多一点 我把这件事跟那个重庆唱红歌的这件事 做了下对比嘛 我觉得呢 这也算是就是说现在 国家王左拐的一个征兆吧 就是别人唱什么不唱什么 这应该是个人的选择 署名秀才江湖的博文则写道 浙江省文化厅的鼻子敏感的神乎其神 可以从青菜豆腐中闻出鲜肉的味道 居然可以从牵手的恩爱意境中 查出不和谐因素 他表示 敏感是因为恐惧 而恐惧是因为心虚 新唐人记者李安安 孙宁综合报道 明天荩支持明天荩 三颗 三颗 一颗 三颗